马来西亚慈激八生之会邀请韦特机构执行长朱振荣分享如何在企业推动慈激人文 也是慈激志工的朱振荣除了在公司推动环保也分享禁思语 就选一些都是说好话的禁思语放在公司 让每个人看了都觉得很好 都在讲我 都给我一个方法 让大家可以实时都生起这种正能量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志工也希望能够带动其他同业响应 什么有种都可以参加 我们只能把这个精神帮助别人 付出所缺这个精神把它带入企业 很多的实业家说很想说知道的这个 慈激的人文这个模式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是想要从朱师兄的经营理念 他如何是把慈激的理念套在他的企业 超过200位来自雪龙地区的企业家与主管们参与讲座 相互汲取经验学习 他是对我们企业家的一种启发 一种启蒙 第一我们必须要减好 第二我们一点都要再学习 如果工作的环境好 员工就会放心在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创造力 这个是我很相信的 讲座期许能鼓励企业重视人文推动 创造有爱与关怀的工作环境 大爱新闻刘海伦代汇达 马来西亚报导